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毛不易和周深同台演唱的问题,相信大家都知道,毛不易和周深都是中国乐坛的火热角色, 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在同一个舞台上亮相,甚至有不少网友流传着一种说法,毛不易和周深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,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真实还是假的呢?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。 其实,李克勤老师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,谈到了关于毛不易和周深同台演唱的问题,他说道,他们毛不易和周深不是没有演出过,但可能因为风格不同,就不会经常有合作的机会。 听到这里,或许你已经恍然大悟,原来两位歌手之所以很少有机会同台演出,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嫌隙或隐情,而更多的是因为音乐风格和曲风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分野。 事实上,毛不易的音乐素材来源于摇滚和后摇滚的音乐风格,而周深则更注重唱腔和声乐表现力,两者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歌曲的风格上,也显现在表演方式,服装气质和曲目选择等多个方面。 因此,虽然两位歌手在个人成就和热度上实力担当,但在音乐世界里却又分别拥有自己的一块天地。 这也许是李克勤老师所说的风格不同的原因,不同的音乐风格,自然会使得两位歌手在聚光灯下的机会变得更加有限。 毕竟在音乐舞台,就是声乐技巧的周深和善于抒发音乐情感的毛不易,可能真的不是擅长搭配的天造地设CP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每位歌手独特的风格和魅力。 毕竟音乐是没有边界的,不同的音乐风格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更多的音乐世界的乐趣。 所以,让我们抛开所有的猜测与偏见,一起来欣赏这两位歌手不同的音乐世界。 周深许多歌有特定的受众,比如犯ACG群体,传播范围小且精,加上它本身音调高,曲子也更复杂, 要求演唱者有一定的功底,普通人难以驾驭。 深深去年底演唱会上的王子造型,难道是给二思源粉丝的福利? 毛不易的歌就不一样了,低音浅唱,简单好上手,一把吉他一杯小酒,很轻松就能学得像模像样。 再加上在中文语境中,好的歌词能为一首普通的歌增色很多,有时候甚至能盖过曲子本身的魅力。 一杯敬朝阳,一杯敬月光,守着我的善良,催着我成长,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,你还见过多少人? 毛不易的歌词,谈不上有多惊艳,但足够出众大部分都市人的痛点,再配上它涓涓细流一样躺进人心的嗓音。 在深夜的酒吧,街道,地铁站口上,难免一不小心就被捅了心窝子,网上有不少人手抄毛不易的歌词。 在之前这可是灵溪,黄伟文才有的待遇,有文章形容两个人的歌,说毛不易唱的是人间的心事,周深唱的是梦里的人生。 前者是人间烟火器,后者是天上仙气,所以论及国民度与歌曲的传唱度,周深成不了第二个毛不易。 毕竟黄梁一梦短暂,而人间是却能常放心头。 林萨,单看出道过程,两人其实蛮像,都是选秀出道,然后慢慢展露头角,只不过周深比毛不易折服的时间更长,走的弯路也更多。 可深挖他们的人生经历,又会发现周深和毛不易走过的来实路,截然不同。 周深是苦孩子出身,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,他与大他五岁的姐姐成为了留守儿童,每天日常是砍柴,种菜,喂猪,烧饭。 十三四岁的时候,男生开始变生,周深的嗓音仍旧细且稚嫩,在家之身材矮小,他饱受饥逢雨淒淋。 很多同学会公开对他指指点点,说他不男不女,甚至给他起很多侮辱性的外号。 刚出道的周深,长相的确很普通。 十七岁那年,他在网络唱歌平台注册了账号,取名为卡布勒,收获众多粉丝。 一次生日直播,周深打开了摄像头,网友发现他们天天膜拜的女神,竟然是一个有黑瘦小,其貌不扬的男生。 恶心,娘娘腔,人腰,又一次,周深成为了重视之地,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。 2013年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后,周深一开始读的是医学专业,做着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事,加上老师的刁难,同学的排挤,周深开始挂科。 一年后,他不顾家人的强烈阻挠,依然退学并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,学习美声。 而相应的后果是,他无法再得到学费和生活费,只能自己几时间去兼职打工,教30元一小时的中文。 直到次年,中国好声音导演组的人第三次找到了周深。 少年时代的贫穷与讥讽会让人徒增很多没有必要的野心。 周深是一路咬紧牙关拼上来的,他不甘心,不认命,要与老天距离力争。 相反的,毛不易却是一个欣然接受命运安排的人,俗称躺平,他原名王维嘉,因为父母年纪很大才有了他,所以对毛不易没什么要求,只要他快乐,健康就好。 上初中的时候,他给自己改名为不易,依为平凡,不改变。 他大学就读于杭州师范大学,被调记到护理专业,虽然不喜欢,但由于换专业需要成绩,且他的成绩一般,所以仍然读了四年。 毕业之后尽管感到迷茫和不甘心,却还是默认要找一份普通工作平凡的度过医生,进入杭州地方医院实习, 成为一名实习男护士。 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的过程中,几度因为嫌麻烦而想要放弃,期间唯一为了歌手们而做过努力的事,大概就是参加了校园十家歌手的比赛。 护士小毛,那时候受很多累,参加节目的前几个月,毛不易发了一条长微博,都是些毕业生很常见的烦恼, 无外乎彷徨,期待,面临变化,从事什么工作,他对自己定的目标也只是,在哪个城市平凡的生活。 毛不易提到过很多次,他不喜欢改变,欣然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,都说做成一件事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。 那么毛不易2017年的横空初始,大概是当时的天时和地利选项都给了满分,而他这个人,只要顺水推舟地走上去就好了。 舟身是紧绷的,他前面付出了太多,现在所得的一切,除了这把嗓子以外,都是自己从命运那里争过来的。 所以他会为了观众的喜好而改变曲风,适应舞台,被人说迎和粉丝,没关系,他要的适应,最后站在那里是他的人就好。 而毛不易是懒散,松弛的,成名之路顺风顺水,一路被命运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。 所以上节目,参加比赛,他就还是淡定从容做自己,不改变,被说曲风单一,没关系,他不愁没人喜欢他,别结外生之就好。 两个人,两种人生,是争是抢,是躺平时懒散,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是欣然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,都没有问题,看你自己想要什么。 只是周深注定不会成为第二个毛不易,因为他本身也就不想走毛不易那种路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哦。